大家好,我是素子 本集主题是探访古典美人乐蒂与喜剧圣守城后的婚后居所 位于青山听涛村乐涛街9号的两层市独栋别墅现况 乐蒂与城后相似相恋于拍摄文艺喜剧夏日的玫瑰期间 彼时已结束手段婚姻的城后是绯闻不断的单身男星 一向洁身自爱的乐蒂则为鲜有恋爱消息的顶流女星 相差六岁的两人一个好动活泼一个好境温润 尽管性情喜好男渊北彻却在异性相惜的化学作用下 成为一对人人称献的银色伴侣 稳定交往年于终于1962年1月31日上午10点 甲九龙婚姻注册署举行结婚仪式 现场星光熠熠 隐心欧家会章冲分任伴娘与伴郎 好友翁木兰莫仇唐丹 范丽等军盛装出席 唯独乐蒂包兄忧郁小声雷震 因看不惯陈后浪漫作风 已缺席作无声抗议 魏锦新婚夫妇携手搬入 位于新界青山十七米半 厅涛村内一床 两层别墅式房屋 报导称陈后先于两年多前买下地皮 与林翠勤建的住宅相隔两间 他从设计新建至内室皆有份参与 完工之际就是与乐地共结连礼之时 别墅所在的青山十七米半 一只青山公路距离九龙起点十七点五米 也就是差不多二十八点一七五公里处 这里所说的米或写作梨及英梨 地点介于深井与屯门间的小懒新村内 整体土地面积达两万多英尺 也就是差不多五百八十平 其中三分之二批为花园 建筑面积仅占三分之一 也就是一百五十平左右 别墅背山面海 一进门就可眺望青山湾美景 室内共有三间卧室 夫妇俩的主卧最大 装修风格清雅别致 融合东西艺术元素 诸如欧美式的卧房书房及客厅 可容纳实名住客的日式榻榻米 客房与灯饰 中国书画等 除满足基本生活机能 也设置御花温室体育室酒吧等娱乐设施 乐蒂游孕后 夫妇在此度过悠灾愉快的幸福时光 基于地理之便 她经常驱车至临近渔村选购海鲜与蔬菜 白天联络工作事宜 傍晚与豢养的两只小狗在海滩散步 饭后共享日落美景 别有一番情趣 住在亭桃村时 夫妇经常邀请影圈好友来此聚会 乐蒂生日宴明明满月酒 欢声笑语不断 女儿明明出生后 乐蒂除电通告外多在家中陪伴照料 陈后则奔波于片场自营珠宝店与自宅间 想当然而远离市中心的廷桃村固然静密舒适 却有交通不便往返耗时的缺点 拍片工作密集时就得搬往片场站住 埋下陈后出轨与乐蒂搬返市区的伏笔 身为公众人物 报章杂志经常可见 乐蒂成后夫妇在听涛村别墅的相关报道 相较男方不便的开朗笑容与殷勤态度 女方则因不同心境展露微妙的表情差异 最初几年 乐蒂与丈夫合影均是发自内心的愉悦 然而随着关系深变笑容中开始隐含着无奈 唯有与女儿一起时才拥有真正的幸福 1966年7月24日 乐蒂在听涛村别墅过29岁生日 当时与陈后帽和神力的她与夫婿合照时只剩几分强颜欢笑 隔年6月27日 两人经法院批准正式离婚 乐蒂收取象征性的一元赡养费 女儿抚养权亦归她所有 同年底 搬离听涛村别墅的乐蒂新女儿妇好友 导演袁秋风在九龙幼艺村的寓所 参加新年圣诞舞会 身形销售而神态如常 乐蒂与听涛村别墅的缘分 因与陈后离婚而了结 原本可继续在此依山望海畅谈恋爱的城后 却因罹患长癌而选择离港赴美治疗 曾经美轮美奂的听涛村久坐也转手他人 时至今日这里人是一世独立的海滨别墅群 游客可搭巴士 我是从旺角乘坐52X至小懒新村站 在巡路步行550公尺极达 目前乐涛街9号为一床有人居住的两层白色建筑 门口可见爱犬认真看顾 与旧照对比因角度不同 不敢断定人为同一栋 唯从隔壁见地眺望的海湾景致 肯定和乐蒂丞后所见相仿 故事就收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